接下来我们来勾一下这个第二条腿 把这个标记取下来 我们从这个第16针的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重新把线带入 勾住拉过来 压住线尾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还从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第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然后我们勾十三个变丝针 好勾好之后呢 我们给它这样 绕过来 直接在做标记的这第一个针牙里面穿针 开始勾第二圈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和我们这个第一条腿的勾法呢 是完全一样的 勾好第一针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条腿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看着第一条腿的勾法呢 从第二圈一直勾到第十六圈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区别 勾边方法是完全的一样的 好了 接下来 姐妹妹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二条腿给它全部勾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分别把这个第三条腿和第四条腿全部勾好 方法呢 就和我们的第一条腿的勾边方法完全一样的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四条腿的部分呢 全部勾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四条腿全部勾好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勾这个肚皮的部分 那么肚皮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从两条腿之间 空开的这七针这个地方开始来勾就可以了 需要勾出两片来 这边呢 还需要再勾出一片来 这是第一条腿和第三条腿之间隔开的七针 我们来勾一下 就勾着七针就可以了 从第一针里面穿针 重新带入线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压住线尾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接下来还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第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好了勾好之后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需要给它这样 翻转过来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这样翻转过来 继续勾第二行 我们是片来勾的 第二行还是勾着七个短针 每个针眼里面都要勾上一针 大家跟着我把这个第二行勾好 好 第二行勾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勾第三行 同样的方法 还是先勾一个变磁针 然后继续翻转过来 第三行呢 是先勾六个短针 然后呢 在第七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先勾好六个短针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第七针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好 我们就变成了八针了 接下来的这个第四行和第五行呢 我们就是勾着八针就可以了 不加针不减针 接下来姐妹又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四行和第五行 这两行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不用加针不用减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了 我们把这个第五行勾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勾第六行 先勾一个变磁针 然后翻转过来 第六行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呢 我们先勾上一个加针 中间呢 勾上六个短针 每个针眼里面 都勾上一针 好 最后一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那么第六行勾好之后呢 就变成了十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七行 一个变磁针 翻转过来 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呢 需要加针 中间呢不变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然后中间勾上八个短针 占据八个针眼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 然后最后一针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等一下看一下 第七行就勾好了 变成了十二针 然后勾一个变磁针 翻转过来 继续勾第八行 第八行呢 不加针不减针 勾这十二个短针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第七行勾好了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留一个长线 直接剪断 这小片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另外一部分 还是从中间这七针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开始勾 我们这一片呢 和上一片的勾法呢 基本上差不多 第三圈呢 有区别 然后呢 少勾一行 总共是勾七行的 第一行勾七个短针 勾好之后呢 勾一个变磁针 翻转过来 勾第二行 第二行呢 还是七个短针 第二行就勾好了 勾第三行 一个变磁针 然后翻转过来 第三行呢 我们是先勾上一个夹针 然后呢 再勾上六个短针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个夹针 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后面呢 勾上六个短针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三行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第四行到第八行 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给那图解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两片勾好之后呢 然后呢 在里面都放入皮皮棉 填充起来了 脖子里面 腿里面 身体里面都放好了 那么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缝合了 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两片 给它对应着缝合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两片缝在一起 每一片都留了一根长线 我们用其中的一根线来缝合就可以了 另外一根线留着 不用管它 我们直接这样对过来就可以了 这两片的针数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缝合的时候呢 一针对应一针去缝合就可以了 一个针眼对应一个针眼 直接这样对应着穿针 缝在一起 开头这个位置呢 可以多穿两针 固定一下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好 好了 两个片缝在一起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缝一下这个腿的部分 把这一部分和腿这样对应着缝合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一侧呢 也对应着缝合在一起 最后呢 再缝两条腿之间的部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我们先把线呢 给它穿到一侧 穿到这个边缘部分 然后呢 这样慢慢地进行缝合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没有什么难点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一部分就缝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前腿的这一部分呢 再给它缝合起来 用这根线来缝合 缝法是一样的 还是先缝这个腿和肚皮之间的部分 然后呢再缝两条腿之间的部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肚皮和腿的部分全部这样缝合好了 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